今天还是要和自己的搭档同伴 和几个人强来打个招呼 今天第一个上场是昨天在第一组当中胜出的土耳其人 他的名字叫做伊尔迪利姆 他昨天其实只拿到六分 但是由于第一组队员们都没有进入状态 而且都处在试验的阶段 所以他这个六分也顺利杀入到了今天的决赛 他是昨天第一小组的投名 他这个小组投名的积分还不如深思 第四小组的第二名 伊尔迪利姆目前是效力于 荷兰的海伦分俱乐部22岁 首先他要进行的是18米的失速 在18米处他选择中间 打在人墙上 球的力量很足 人家塞伊德马上上去关心一下 这脚有没有问题 打的有没有问题 郑重脸庞 人强这几个队员还需要有点IT的本事 打了一条低频球 力量很足 但是正打在门将手的这一边 塞伊德把球扑掉了 这林强躲了一下 排在第二的队员和排在第一队员马上产生了共鸣啊 我也被打到了 打在了大腿上 球蹭一下 非常疼 我会不会打到大腿上去关心一下 我会不会打到大腿上去关心一下 那次比赛呢 是在西班牙著名的旅游胜地马尔贝拉来进行的 昨天我们转播的时候就讲过 其实呢 就是让很多球星利用度假的机会 在马尔贝拉做一座秀 大家找找乐子玩一玩 这次来参加任意球大赛的队员名气都不是太大 我们昨天也讲到像贝卡姆啊卡洛斯啊米哈伊洛维奇啊 包括范胡伊东克啊 这些任意球大师级的人物都没有来到这一次的比赛现场 今天奇弹内是来了 然后奇弹内做专机来到马尔贝拉 第二的迪迪姆 他的21米好球 21米的第一个球就把球打进了 这样他一下拿到7分 加上之前那一脚打中人墙之后 击中立柱拿到的一个积分点 他目前积8分 这规则规定啊 如果队员在射门的时候 只要打在横梁或者一柱上 那么他们将会增加一分 唷 诶哟 伊爾迪林伍今天已經是三次戰球打在了仁強身上了 還是被門將塞的鋪掉 又打在仁強的身上 伊爾迪林伍很不好意思 這是第四角了 往後挪到25米 我們看在決賽當中 這個射球的次數有所改變 根據先前的規則呢 是18米打三角 21米打三角25米打三角 現在我們看起來是有6角是我們的機會 每個點上有6角是我們的機會 好的 在25米初又是第一角就把球打進了 這樣他拿到10分 伊爾迪林伍18分了 伊爾迪林伍又18分了 又是同樣的方式 和21米初第一角正門進球同樣的方式 塞德仍然是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而且這個球打的角度也太刁了 是下角 而且繞過人牆 哦 這個球打中了力柱 這樣伊爾迪林伍還是可以 擊到一個積分點 這樣他有19分 伊爾迪林伍經過昨天的視角 看他今天感覺非常好 哇 漂亮 伊爾迪林伍 第二角打進 在25米處的第二個點上 第二角打進 拿7分 這樣他的積分非常高 19加7應該有26分吧 看看他最後的得分 是不是和我們計算的一樣 這條球塞德提前移動 沒想到伊爾迪林伍 這個球直掛上角而入 最後是25分 25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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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